你这根本就不是喜欢 你这只是战友 你说你让我拿什么相信你 我得出去看一下小马 我让子佩进来陪你 汉诚哥哥 我不要子佩 我就要汉诚哥哥 我要你像小时候一样 哪里都不去的陪着我 徐靳远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 既然沈娘子已无大碍 她也知道错了 靳远话说得轻巧 也不看看您家学生 做了什么破满事 我家小娘子 可是官家钦锋的荣安县主 但凡出了点岔子 是他苏家陪得起啊 还是您陪得起 这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打架是我挑的头 但沈娘子当巧不巧 踩在珠子上 跌倒了受伤了 也是我的责任 到不了 到不了你打回来就是了 苏爷 扔个错不就好了吗 闭嘴 明姑是我姐姐 姐姐犯错 我代明姑向沈娘子道歉 小马 日后一切医药补品 借由苏家承担 小马 沈娘子 小马 我们 你先出去一下 你们要干嘛 我有话与他说 你先出去一下 汉诚哥哥 我没事的 之前贺卢的事情 是不是与你有关系 关系 贺卢丢失过 徐叔无缘无故 为何会拿走贺卢 而知道贺卢在我手上的 除了郡王府的人 再无其他 而王府 不到处都是希望 你与赵孝迁结亲的人吗 是 又如何 可惜了 王府的人都想 你与赵孝迁结亲 可偏偏赵孝迁自己不想 谢小马 谢小马 你想把贺卢的账记在我头上 无非是想让他宴起了 你想嫁给他 对吧 我嫁他 与你一个小小的妾有何关系 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谢小马 你以为我对汉城哥哥 只是一厢情愿吗 你什么意思 变都那边 我与汉城的婚约 已经在拟址了 汉城早已知道此事 却从未告诉过你 只怕你在他的心里 怕是也没那么重要 对不对 日后我进了门 捏死你不过 捏死一只蚂蚁 我又何苦现在与你犯难 莫不如谢娘子 现今就离开汉城 我看你也是个爱读书的 现在走 总比到时候进了家庙 做了孤子要挺 不是吗 小娘子 你这道歉的时辰未免太长 扰了县主休养 是我姐姐误伤了你 对不住 无碍 让她日后小心些便好 这几日 查查些小满的家事 一鼓作气 遍都那边 在翠翠浦王妃 尽快拿到一纸 是 两个女子打起来了 一位女子头受了重伤 玉萍和沐渝都被摔碎了 没事了 徐建元 今日的事是我们错了 如今沈娘子已经原谅敏姑 还请徐建元见谅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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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怎么了 你与沈正文有婚约 是吗 沈正文告诉你的 你回答我 是 但是我绝对不会答应他们的 你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这件事情我可以解决 你怎么解决 变毒谎命 谎命难为 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解决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为什么要骗我 你到底为什么要骗我 你想知道什么 想知道赵孝芊 从娶你那一刻开始 就怕这一天的到来 想知道我堂堂聚入郡王 却满脑子都是你 甚至不惜违背皇命 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撒谎 却在此时此刻对你苦苦地哀求 就是因为我不想让你担心 不想让你胡思乱想 不想让你离开我 不想让你离开我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小满 喜欢我 黄命 黄命让你我无法违抗 让你此生必去沈兆温 而我呢 我只是你们姻缘中的一个小物件 你喜欢的时候便来哄哟 不喜欢我 不喜欢我 就随后可泣 不是的小满 赵小倩 你这根本就不是喜欢 你这只是战友 你说你让我拿什么相信你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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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儿 你快点儿 我还快点儿 有个好处 你再不值得